你怎么也想不到杀死加持良智的人 既不是Zillian的人也不是定元堂 那加持良智到底被何人所杀 他又到底爱不爱梅里呢 那个神秘的胶囊内又藏着什么呢 本期我们一起来聊聊 EVA人物传之男女通吃加持良智 下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加持到底爱不爱梅里 要想了解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 加持知不知道梅里在利用它 当然知道 两个人真正吃恶且纯粹的爱 只有在学生时代那几年 然后加持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 选择了和梅里分手 转而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当然动画中是梅里甩了加持 这咱就说了 这一别就将近十年 再次相见时两人已是步入中年 任务使徒还有各种各样式的堆积 心中早就没有了当初的纯粹 爱情这种麻烦的东西 对于中年人来说本身就是个奢侈品 何况是他们 梅里对于加持已经没有了爱 他只是喜欢和他在一起 而加持对于梅里的爱变成了守护 就像公主身后的位置 无需多言 不求回报 成年人的世界是复杂的 从加持回来后 梅里就知道这次回来的目的 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护送东西 所以他一直默默的调查加持 直到15级结尾 梅里把加持抓了个现行后 确定的说出了加持的身份 但他并没有就此上报 因为他也想知道第二次冲击的真相 他也想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 所以他没有开枪也没有上报 反而是一直利用加持 希望能靠着加持了解到那些他不知道的事 二次期结尾是梅里一直到真四没事了 就马上开车去找加持开车 一方面是因为真四被关在加持舱内30天 梅里的内心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这时急需释放 而他另一个目的 就想知道人类补安计划的进度 和一切事情的真相 可对于加持来说 这一切都不重要 加持当然知道梅里在利用他 他也知道梅里对他早就没有来 所以加持才会说出这段台词 守护公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加持需要一直欺骗自己 他需要骗自己梅里还爱他 他需要骗自己梅里没有利用他 他需要骗自己梅里没有把他当做父亲的替代品 只有这样他才能和梅里沉浸在情欲之中 也只有这样他才能一直默默的守护着梅里 对于加持来说 他只希望梅里不要受伤 哪怕他需要一个人承受残酷的现实 第15集中 加持和梅里漫步在寂静的路面上 梅里见着酒劲 伤心的向加持倾诉着 我只是把你当作我父亲的替代品 我只是在利用你 我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依靠男人的女人 这些话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 都是晴天霹雳 我把你当媳妇 你却把我当爸了 可加持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只是不希望看到梅里否定自己 他只是不希望看到梅里难过 于是他吻了上去 这一吻融化了梅里的心 你还有我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 跟着高跟鞋从梅里的手上滑落 这里单独提一下 这个高跟鞋的出现象征着成年人的伪装 也代表着梅里的情绪变化 穿着高跟鞋的梅里 依然保持着平时的样子 武林精怪 大的咧咧 当梅里把高跟鞋拿到手中时 他慢慢退去了伪装 开始借着酒劲 把自己内心脆弱的地方展现出来 而当高跟鞋彻底滑落的时候 梅里的成人外衣 才彻底被加持的一吻击碎 那时他仿佛重新回到了学生时代 可惜时间只有那么一瞬 加持是爱梅里的 他的爱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卑微 明明看起来是个多情的浪子 可却能对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如此动容 他不求名不求愤 哪怕明知道对方在利用 他依然要欺骗自己保护对方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做出这种事 这不就是舔狗吗 可尽管如此 梅里在他的心中 依然只能排到第三位 因为在加持的心中 有个东西值得他用生命去追寻 那就是真相 就像前一集说的 只有知道一切的真相 加持才能补偿自己 已经去世了弟弟 为此他甚至不惜成为三面间谍 而这一集加持收到了最后一个任务 那是来自Z连的 绑架副司令冬月姓曾 为了接近真相 加持别无选择 和让他把亚当样本给定元堂的事已经败露 这是必须要执行的任务 不做是死 做也是死 他非常清楚这次任务 势必会牵连到绿子和梅里 所以他提前做好留言 那是给梅里的遗言 最灿烂的鲜红之话 跟着咱们演出第二个问题 到底是谁杀了加持良知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很多人众说翻云 有的说是Z连 因为他放走了冬月 有的说是定元堂 因为他绑架了冬月 最可气还有说是绿子的 那绿子杀得着他吗 绿子刚从禁闭室被放出来 就风尘仆仆来杀加持 图什么许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官方给出了答案 凶手就是 简骑公野 有人说这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新世纪 飞行战士机密档案中的主角 他是NUF谍报部门第一科科长 也是定元堂的死忠粉 但同时他还是加持 梅里绿子的大学同学 也是他亲手干掉了加持 而且加持的反应和台词 也印证了这个人肯定是个熟人 你来得太慢了 也说明这个人本身能力也很强 当然由于这个命令是定元堂下达的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凶手就是定元堂 这个简骑公野只是一把枪 那定元堂为什么要瞎加持呢 其实很简单 光绑架冬月这一条就足够是死罪了 架十五级时 在飞机上冬月问定元堂 加持怎么处置 定元堂的回答是随他去了 暂时对我们还有利用架值 潜台词就是没有利用架值就可以去死了 很明显这时的加持对定元堂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架值 而且他知道的太多了 会影响自己后续的计划 所以这种人留不得 那加持最后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定元堂的计划呢 当然有影响到了 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问题 加持给美里的胶囊内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首先加持在最后也没有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 他知道的只有 一人类补安计划不会随着使徒的消失而消失 二子一脸和定元堂的计划各不相同 三所有埃瓦中只有初号机是最特殊的 初号机可以直接决定人类的命运 这也是加持一直引导真词的另一个原因之一 加持把他知道的一切秘密都以芯片的形式放入到了胶囊内 然后送给了美里 那这个胶囊给美里的时候到底放在了哪里呢 这玩意你就想去吧 反正加持是一个比较有情趣的人 那加持是如何影响到第三次冲击呢 21级结尾从审讯室出来的美里终于等到了加持的一言 说完后美里趴在桌子上气不成声 可他已经不是第二次冲击的那个小女孩了 他将带着加持的心意活泄进去 去揭开所有的秘密 在思议心声中 葛成美里调查出了所有的真相 并向真词道出了这些 最后以成人之吻送别了真词 然后倒在了血壳之中 轻轻的说了一句 加持我这么做对吗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加持帮助了美里揭开真相 而美里又改变了第三次冲击的结果 那么在加持的心中 第二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是西瓜了 不然是谁啊 难道是叶问吗 而加持和绿子之间是否存在肉体上的激情碰撞呢 绿子在临死前 定安堂又和他说了什么呢 Z脸的那场审问绿子又经历了什么呢 下期还把人物转职 赤目绿子又到了检查身体的日子 最后 白师傅 你妈是才是锦门敌意啊 就在今天